好 喂 对 月娥已经交给她了 希姐明天上班再说吧 你们都赶快回去吧 辛苦了啊 你走吧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我需要的是 静静爸爸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 你 跳跳爸爸 跳跳妈妈 您还没回去啊 我们那个检测报告刚出来 然后医生说最好还是在留院 观察一下 那现在报告结果怎么说 说是什么肉毒素中毒 但确实看见学校的饭菜没什么关系 好像是吃了什么小零食 还是什么大品牌呢 没想到这么不靠谱 什么牌子的还记得吗 好像叫小堂丸 请问原包装还有吗 没有了 静静说它吃完就扔了 但是我这边也有一张照片 是从其他家长那里翻拍的 就是这个 我拍一下 好 这是在哪儿买的 就在学校附近的小卖铺 谢谢 没事 你们刚才不是很早就回家了吗 跳跳呢 路上出了点交通意外 跳跳在里面治疗呢 你们出交通意外了 跳跳没事吧 孙远 跳家说 站 这边 检查过了 问题不大 就是有点局部软组织挫伤 和轻微的脑震荡 回家静养 多休息几天 注意观察 到时间过来复伤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警托取下来了 谢谢 林总 听他们说 您可以包装一切上市 对吗 我想问一下 那这个 能上市吗 这个我不确定 但那个可以 不是 这一局 我应该怎么办 吗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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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是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现在都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都合适吗 不用再忙一下吗 不用了 要不要爸爸在这里陪你啊 不用了 好 妈妈 你的鼻子还疼吗 不疼 一点都不疼 好啦 晚安 抱也 爸爸 宝宝 宝宝 心愿达成 我的小傻妞 睡吧 养成早吃早起好奇怪 嗯 跳跳 她这些天肯定要掺着受伤偷懒 你多盯着点她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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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零食恰得吃过吗 没有 那你知道学校附近的小妹不是有卖的吗 问你话呢 我给你一台鸡你倒是下呀 差不多得了啊 该和好啊 我知道你今天在气头上 你说的话 我可没往心里去啊 你看 在那儿还好说点正事 我承认 我今天确实有失责的地方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小心开车好不好 哎呀 你骂也骂了 你该分片了吧 哎你什么意思呀 我都这么诚恳地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么着啊 你有什么你就给我直接说出来 你说出来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对不对 你无端端地来一句 什么要重新考虑咱们的婚姻 你什么意思呀 你还真的想离婚呢你 哎是 我是让你们受伤了 那可是医生都说了那是轻伤 如果你要因此就质疑咱们的婚姻 这割法庭上 这就叫判罚过重 那你什么意思啊 该得撞出个什么好带来才行是吧 从法律的角度上看是这样的 这你讲不清楚到底 你讲不清楚 就说明判罚不合理 哪条法律规定 因为妻子必让他人发生交通事故 丈夫就可以对妻子实施冷暴力的 是吧 这是在家里边不是在法庭 能不能先把这些法律的帽子摘掉 说两句常人能听懂的话 我哪句不是正常人能听得懂的话了 你到底是真听不懂 还是假装听不懂 是 我知道 你是对我去 召集见客户的行为不满 你不是常态吧 那你不能因为一个突发事件 就把我这么多年 对家庭的责任感 还有努力付出和奉献 全都给否定了吧 好 那我问你 你每天这么拼命地工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 实现个人价值 为了让你们过得更好啊 那这房子 车子 跳跳每天那么贵的学费 这些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我现在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 我和跳跳真的不需要这么多 物质上的享受 对于我和跳跳来讲 不是必须的 你才是必须的 明白了吗 看着你现在一天到晚 拼命地想做上这个高级好伙人 我也不知道你图什么 做上了一个高级合伙人 就能让你快乐吗 就能让我们的家幸福吗 刚才跳跳就在车里边哭 你呢 鼻子都壮肿了 满脸蹭的都是鼻血 可你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一样 直接就下车冲着那个什么总过去了 跟他谈起工作来了 知道对你跟我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好诡异好可怕 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就好像有陌生人 就是一台在不停干活的机器 毫无人心可言 今天咱们就算是万幸 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小车祸 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这么下去的话 我想想不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说完了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也仔细想想 还有以后在家里边 少谈些法律 多讲点认知场景 好 我去跟你说认知场景 如果我真的像你说的 毫无忍性像一台机器 我会在晚高峰的时候 傻回来去看跳跳吗 我到现在一粒妹妹 一口水都没喝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平衡工作和家庭 我知道我做得不够好 可是孙磊 我不希望你去抹杀我的努力 你 我真的很累 可以让自己别这么累 我可以吗 你每天这么拼命的工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一台在不停干活的机器 毫无忍性而言 陈山 我记得你的名字 第一很重要吗 他能让你快乐 是 要是我能让你快乐 你还在乎第一吗 听见孩子在风中牺牲 夕阳时 你看 快乐 我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你干吗把自己逼那么狠 搞那么累 这个送你 露水也大事 我的一角 又何必 永远长 自扰 一路逝去 一路寻找 走过 走过午夜沉睡的街道 走过白昼 往日的喧闹 走过我回不去的年少 再把昨日的记忆 轻覆太伤了 夜来风雨 花落至多首 花落至多首 露水也大事 了我的一角 又何必 永远长自扰 一路逝去 一路逝去 一路寻找 走过午夜沉睡的街道 走过白昼 生日快乐 走过我回不去的年少 再把昨日的记号 轻覆太伤 再把昨日的记号 她没事了吧 你怎么现在下来 她没事就好 他没事就好 他到底吃了什么病成这样 小脸热 小脸热 我以后再也不乱给他吃外面的东西了 没想到大品牌壮样出事 什么牌子 小唐丸 这种黑心公司就应该曝光他 我发了一条微博 已经有好几个大微转发了 我相信会有更多媒体 关注到这件事情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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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接下来你就别管了 交给我吧 还有 你先把那条微博删了吧 为什么 我现在在帮这家公司做公司 这个时候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李勤坤 你儿子差点被毒死 现在会不会有后遗症都不知道 你因为工作忙不出现 不分担甚至不安慰也就算了 你现在让我为了你的工作闭嘴 这不只是为了我的工作 这 不只是吗 我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跟你解释清楚所有的关系 总是你听我的 这件事情你相信我 我不相信 我明天早上一早必须出现在杭州 所以我现在得走 必须走吗 那批子 还遥远 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知道你辛苦了 记得我跟你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丽 杰弗教你过去 好 我知道 杰弗 陈丽到了 杰弗 我要关门吗 别关门 陈丽 我知道你着急想入高火 但是我拜托你 吃相不要这么难看好不好 你指什么 咱们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 那就不要再装无辜了吧 你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看看你 你鼻子上的瘀青 清清楚楚写了两个字 笨蛋 我跟每一个刚进结成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 都说过这句话 永远不要让你的客户 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 永远 对吗 结果呢 我昨天晚上 我刚吃完安眠药 我刚躺到床上 林清坤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昨天确实发生了意外 谁也不想出现那种事 对吗 我只是做了一个团队领导 应该做的努力而已 团队领导应该做的努力 就是你开着车去 撞你的金主甲方吗 你觉得你撞了他以后 就能成功引起他的注意了 他就能心甘情愿地 把项目交给你了 拜托陈山 你是个律师 你不是偶像剧的女主角 她说我撞了她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她能说什么 难怪她要夸你 夸你有魅力有魄力啊 我 我不管她怎么跟你说的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 她撤在我车后面 我想做的就是 赶快赶到酒店 我要把医院及时交给她 她在上海 就停留这一个晚上 我不想听 我只看结果 结果就是你被投诉了 林清坤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吗 自律狂人完美主义者 她不光是对自己 她对别人一样 是这种要求啊 必须分毫不差 不接受一点瑕疵 我为了拿下她 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谨小慎温 小心翼翼地 向她展示我们所 高效严谨专业的做事态度 让她建立对我们的信心 让她相信我们的精神 等和和她是一致的 我跟你说 当年我追我老婆 都没这么费劲过 结果呢 被我们所最专业 最严谨 最高效的金牌律师 直接搞砸了 好 我可以因为这个意外 去跟她道歉 但我想问你的是 在这件事情上 你跟白老师是不是 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晨晨 你是不是疯了 出这种事情 你居然甩锅甩到我身上 对对对对 你说太对了 确实是我不对 我就不应该让你做金牌律师 我就不应该太信任你 让你得意忘形 从今天开始 挺心理休假 如果你们把林庆坤的资源 摆在桌面上 让我跟李玉 大大方方地公平敬忠 这种争分夺苗 抢资源的事情 是不是根本就可以避免 我在结成十五年 这十五年 我把大部分精力 都放在工作上 我是想赢 我想要升为高伙 因为我需要 给我和我的团队的努力 一个回报 但是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人为剥夺 我的竞争资格 我们怎么做 有我们自己的考虑 你无权过问和指责 出了问题 能不能在自己身上 多想想 你把年纪了 业务也不错 为什么就是不能 入高伙呢 想过吗 出去吧 林庆坤现在正在努力 合作者的小唐原公司 昨天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上了热搜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 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证监会根本就不会 审核他们的文件 刑友至少推迟两年 这些我早就预料到了 我给林庆坤的预案里面 写得非常地清楚 我做了提示 也提供了应对的 解决方案 类似的案子三年前 我就处理过了 所以我有丰富的经验 这个我昨天晚上 新做的新方案 连夜赶出来了 我相信 可以解决他们 当下的困境 但是 他不分青红皂白 就投诉了 而你不分是非 取值你就签弄了 行 你们都不配 单姐 杰弗的脾气 上入搜了 上入搜了 完了 这什么事 山姐 进来 我不知道那个林庆坤 在Jeff面前说了什么 什么超级火箭 这种背后搬动是非的客户 就算有通天的能力 我也不要了 Jeff现在放我搭架没关系 我正好休息一下 你们两个听从所里的安排 好好干好自己的工作 山姐 山姐 你不会辞职吧 我为什么要辞职 我为什么要因为一个混蛋 放弃我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没有做错事情 你为什么要厉头认错 只是我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让你们两个 跟着白忙活了 等山姐满血归来 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山姐 山 山姐 山姐 我觉得您还是别跟他们硬钢 咱们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咱们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如果传扬出去 如果传扬出去 你以后很难做 你以后很难做 小天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是非对策容不得混淆 是非对策容不得混淆 再说了 只要自己够硬盒 到哪儿都不怕 只要自己够硬盒 小天 你过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小天 山姐这么一闹 直接受害人可是你们两个 我 我俩没啥事 案子没了 拿基本工资 在上海怎么生活呀 谢谢郁姐关心啊 我没啥精精压力 没有压力也需要案子来磨练 你说是不是 昨天在机场 你们俩那么贫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特别羡慕山姐身边 能有你们两个 这么好的帮手 我这边现在能上手的 只有小韩一个人 很多事情忙不过来 如果你们两个 想进步得更快一点 薪酬更高一点 我呢 随时常开大门 好好考虑一下 郁姐 林总 有个视频 你看 大家请看 就是这种小食品 被检测出来的肉毒感菌 是目前毒性最强的细菌之一 甚至备用于生化武器 当人食物吸收之后 就会出现头晕 呼吸困难 肌肉乏力等症状 炎症者会因为呼吸麻痹而死亡 治愈疫情非常严重的 食品安全事件 这位呢是受害者的家属 让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我儿子昨天晚上抢救洗胃 折腾了一晚上 现在还在医院流关 昨天放学的时候他喊饿 我就带他去学校附近的小店 买吃的 就是吃了这种零食之后 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是在吃晚饭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我 说浑身无力头晕 我当时害怕极了 然后就第一时间联系了120 把他送到了医院 儿子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可以不要任何的赔偿 但是他们必须要道歉 必须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罚 今天辛苦了 好 拜拜 妈妈 孩子 妈妈刚才已经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你没什么事了 今天下午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回家之后 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爸爸的电话 妈妈去接一下电话啊 喂 我们不是说好 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吗 我替儿子维权 也没什么错啊 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我要去给他收拾东西了 挂了 吴敏 喂 妈妈 爸爸来接我们吗 爸爸今天比较忙 他忙完就会回家的 斯蒂文 你那边调查结果现在怎么样 听我说 你现在尽快安排公安公司撤搜 寻求和解方案 不然到后来会很被动的 等媒体一发酵 没事也便有事 我知道 我知道 律师的事情我来安排 小唐婉法律意见书预案 是 陈山 你看 行啊 嗯 这什么连衣犬啊 快快 妈妈 你怎么回来了 我爸已经请假陪我了 你回去上班吧 不用管我了 那个我可算已经做完了 演艺席了 还有什么 还有钢琴 我马上去谈 脸脸脸脸脸 脸脸脸脸 那个没有 跳跳今天上午挺自觉的 而且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让她放松 休息一会儿 你什么情况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身体不舒服 没事 日常恶心事而已 我心到了 那今天中午饭 我只做我和跳跳的 你就不吃了吧 凭什么呀 还吃啊 吃 心态就对了 喂 程律师你好 我是林静坤 我看到你之前给我那份 小唐文的法律预见书 预案里面有提到 不好意思 林先生 承蒙您投诉 我已经被强行休假了 不接受任何咨询服务 即使不休假 我也不想为您这种挑剔 吹猫求疵 心胸狭窄的甲方服务 我为我昨天拼尽全力 递交预案 去伤害了我家人的情感 感到遗憾和难过 彼此尊重是我的工作原则 而您不值得 这一番话说的 还让我有点小感动 硬气 陈律师讲得对 你不弹琴去看我干吗 妈妈 你要休假了 是吗 嗯 所以这个月 你没有零食吃了 我可以不吃啊 我可以不吃啊 林总 你派给小唐文的律师 到底是谁啊 不管是谁 我希望她是贵司最优秀的律师 协助小唐文顺利上市 否则的话 我们就没有后续的合作了 你这儿刚才打电话 听上去不怎么样啊 什么事啊 我想说话 行 那就不说 说了我也不一定能听到头 但是我呢 就还是那句话 啊 事情是别人的 身体是自己的 为了别人的事情 坏了自己的身体 不知道 而且为了别人的事情 让自己不快乐 那就更不知道了 你听见没有 记住没有 嗯 行 行行行 我看你是真闲 你要是实在想做点事情啊 帮我包点蒜行吗 嗯 去吧 这么整齐 孙在哪儿 行行行 还往底下找 你明天还能休息吗 怎么了 有事啊 我想再去爬一次台山 行啊 那我明天 跟单位请年假呗 民导能批吗 这不是你休假吗 难得赶上 肯定紧着你的时间来啊 他要是不批的话 我就请施假了 嗯 嗯 你说 我要失身失业了怎么办 失就失了呗 反正那工作你做得又不开心 你放心 你老公能赚钱呢 就你赚那点钱 还不够跳着交学费的呢 那就转公立学校呗 私立学校 钱收得是多 我也没见到学校的东西 有多多呀 你瞧瞧的那一嘴一门说的 暗街呢 暗街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吧 打扫起来也方便 咱们把这套呢租出去 然后付个首付 拿这套的租金 还那套的暗街都好 是吧 咱们住哪儿 隔壁啊 那不是隔壁有一套房子吗 是 小一点 但是装修已经好了半年了 一直都没住在那儿空着 说是给我爸妈住 他们也不过来 正好咱们搬过去 万一他们要是来的时候呢 集集也能住得下 对吧 是 你啊 给你张席子 给张饼你就能忍 连要玄菜的欲望都没有 你怎么不说 批你总经理回来 然后把钱赚够了 她的是让我当全职太太呢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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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全职太太 别说全职太太了 三天不让你工作 你准保疯了 我就给你打一赌 我要是三天不工作 你就给我发份图 向你总经理回来 这赌我告诉你 我肯定跟你打 你要是行的话 我肯定行 我现在就订酒店进机票 泰山三日游 提务工作一个字 我是小狗 孙小跳 来了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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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刚才那话 当着跳在那儿 你再说一遍啊 来 预备开始 说 孙天 孙天 我要去提工作 你是什么 我是小狗 听见了啊 你坐这儿啊 嗯 听见了 好了 该张签字 妈妈 那你说 咱们这三天去哪儿玩呀 纠正一下啊 不是咱们 是我们 是我跟你爸 你呢 就接着上学 妈 凭什么 因为你是学生啊 可是我受伤了呀 受伤了 那你再加养伤吧 我已经好了 好了 去上学去 孙远跳 你真是有勇气啊 你忘了你妈是谁吧 金牌律师 全国辩论比赛第二名 你还想从她这儿 占着便宜啊 你为什么不得 放寒假再去 不要现在去 寒假 在专门给你安排一次 跳跳 今天这个蒜啊 你无论如何 一定得吃一半啊 为什么 一辈子没进过厨房的人 今天亲手包的蒜 你怎么也得给点面子 是不是 妈妈 你是剥的呢 还是肯的呀 吃饭 真是没想到 小唐丸在这个时候 居然出现这种事情 不过想想吧 能处理这种事情 经验最丰富的 还真就是陈山了 但你刚把陈山骂走了呀 林庆坤到底有没有怪她 这不重要 林庆坤她是个商人 我了解她 只要能把事情做好 她根本不在乎谁是谁 好 进来 进去 坐吧 是这样 昨天因为山姐的搅局 我没把握住机会 但是我心想 大家都是一个律所的嘛 如果山姐能接下来这个案子 是可以的 但是刚才我在外面 听大家传言说 山姐好像把林庆坤给得罪了 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 能不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做点弥补 当然 我知道自己的经验 肯定不如山姐丰富了 但是她身边的胡小天 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 上个案子就是她协助山姐 一起坐下来的 只要能做得好 我是不会反对的 那你就先去接下接下吧 相信以你的情商 绝对不会让我们 和林庆坤的关系 雪上加霜 谢谢白老师 我想尽快 跟她取得联系 提交我们的方案 她今天去杭州 见一个投资人 我一会儿让辛迪 查一下她们在杭州 开会的地方 谢谢吉普 我会尽全力修复 和林总的关系 并且完成小堂丸的方案 我先去忙了白老师 李玉比陈山 让人感觉舒服多了 聪明随和 跟她不用多说 一个眼神她就懂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懂得怎么去获得 不像陈山 不但却这一块 而且还意识不到 跟她提点了都没用 不明白 可是我一直在想啊 如果是普通的案子 交给李玉 咱们肯定放心 可是这个案子不一样啊 太重了 我担心她跟胡晓天 那你就还是想 让陈山回来呗 不定是我这 刚把她骂走 白老师 要不您帮我 谁骂走的 谁去请 好 喂 小天 喂 山姐 李玉拉我入了火 我现在呢 算是暂时打入敌人内部了 她现在马上去寒州 见林兴坤 我觉得如果您去的话 委赢 你是搞无间道吗 行了 这个案子 你就先好好跟着她 她的事是把项目做完了 学点东西也赚点钱 不是 山姐 我就是不太看好她 就算她找我要您的预案 我也肯定不给 你别瞎闹 不是 是 按洗衣规定 小汤丸至少于两年内 向证件会提交上市申请资料 如果没有那一系列的权利 小汤丸就要交给投资人 梦圈小汤丸申请身边安全丑闻 恐怕此次IPO又将已失败高中 好 谢谢啊谢谢 不客气 谁啊 谁啊 没谁 他们 爸爸 我睡醒了 怎么我一起来 你也起来了 你再睡多一会儿 再回去睡会儿 不用了 来了 谁啊 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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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姐夫 你俩怎么都叫姐夫呀 跳跳 那个 你帮我 帮我 来来来来 太多了 跳跳 叔叔 听说你受伤了 叔叔赶紧放下工作来看你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对了 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对对对 还有这个 来 别看你妈 来 咱们最喜欢喝的 妈妈 你们别看你们妈 叔叔送给你的 想要就要不要就扔出去 来 叔叔 好好喝 好好喝点伤啊 好 姐夫 山姐说点 山姐 来 我跟山姐说个事 什么人都放进来 我得投诉物业 不不不 不投诉物业 跟物业没关系 我是蹭上来的 山姐 我错了 真的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